彩车是由湖南大学设计三一重工制造的 今天我们就来解码彩车背后的奥妙 锦绣萧香彩车表达了三乡儿女 从鱼米之乡迈向现代工业 现代农业的气感 锦绣萧香彩车长15米 宽6米 高8米 自重36吨 有14个车轮 设计上分为三个部分 车座是三乡似水和熬游的鱼群 代表鱼米之乡 车身如同一朵盛开的芙蓉花 象征着芙蓉国 在彩车行进中 花瓣还能自动开合 呈现出不同的姿态 在车手 一面红旗镌刻着囚禁的湖南字样 红旗演映下是一个金光灿灿的太阳 上面雕刻着毛主席故居 象征着湖南是革命热土和伟人故隶 彩车项目三一总负责人易小刚 前田刚从北京关里返回 谈到公司团队用五个月时间精雕细琢的彩车 喜悦和自豪之情异于言表 我记得坐着我旁边的人还说了 哎呀 那辆踩车是湖南的 很漂亮 所以的话我听了这一句话的时候也很感动 为确保行驶安全 踩车的动力系统预备了四套方案 全部由电脑完成调度 同时配备了七名驾驶员人工操作 为了保障演员安全 仅仅升降舞台上的栏杆就反复修改了三次 锦绣销香踩车采用柴油电力混合动力 把尾气排放和噪音降到最低 体现了两型社会理念 今年三月底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院长何仁可 接到彩车设计任务后 带领设计团队先后拿出了云朵彩虹 向日葵 机器人等六套风格迥异的方案 通过反复论证 芙蓉花方案最终入选 芙蓉的这个花瓣 都是非常的现代的有机造型 而且它外面的这个色彩 并不是芙蓉本身的这样的红色的色彩 而是采用了银白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色彩 给它更多的这种现代感 祝福祖国来听一听几位湖南科技体育解明人 和海外华人的心里话 中心祖愿 我们伟大祖国更加防御陈胜 治理世界民族治理成为一个佼佼者 站在这个最高的领奖台 看到这个五星红旗升起 国歌奏响的那还是一种 那种自豪的这种感觉 我成长在中国电力机车摇篮这块土地上 所以我和中国电力机车事业是共同成长的 祝福祖国明天更加美好 祝福祖国与此俱进更加兴万华党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这里歌声多么香亮 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 从此走向繁荣富强 我们是新党外人 祝福国与此俱进生日快乐 祝福国与此俱进生日快乐 空中俯瞰湖南线条 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四方形 这个最具现代城市感的形状 当现代的文明以方形的姿态崛起 我们看到城市楼宇工业厂房都在湖南大地上迅速集结 呈现出激情澎湃的发展态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岳阳平江县农民于青人 为了迎接国庆60周年 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他花三年时间雕刻了一个 重达一吨半的巨型根雕 取名锦绣中华 走进于于青人家 这个巨型根雕就摆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上个星期才刚刚完工的作品 颜色艳丽 栩栩如生 还散发着樟树清新的香味 象征着富贵团圆的牡丹 吉祥如意的凤凰 肃穆庄严的天安门 绵延尾夷的万里长城 这块根雕居然包含了多达十几种创作元素 于青人是平江关塘镇的一个普通农民 制作根雕是他一直以来的兴趣 三年里他利用所有的业余时间反复构思 为保持创作的逼真 还专门跑到县城 把这些元素的原始图片打印出来 按照笔例来雕刻 现在于青人正在积极联系收藏馆 想把这个根雕捐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为国庆六十周年创作的作品 在普天同庆新中国六十华旦之际 汉寿县坡头镇渔民新村群英村 也迎来了建村后的第一门亲事 祖辈五代为渔民的年轻小伙何丰 在上岸定居后与同镇的周丹洗劫连礼 群英村是汉寿县上岸渔民定居点之一 共安置了27户无防渔民 当地党委政府还对渔民们进行了养殖等技术培训 千方百计为渔民开辟致富门路 火红的国庆黄金周也火了众多商家 我现在是在长山的一家电器商行 刚才销售经理告诉我说 国庆的前三天这里电视的销量就已经突破了千万 视频往年有了近40%的提升 而且像这样的国内最为高端的LED超薄显示屏 成为消费者的新宠 LED显示屏因为显像更逼真层次更清晰 与人们想看到画质完美的国庆节目的诉求吻合 在这家商场售价一万元以上的高端LED电视机 一天卖出近百台 市民蒋先生因为10月1号在外地出差 错过了观看阅兵式的机会 今天一回长沙就首先来到电器卖场 就是再买一个大的电视啊 清晰一点的啊 就看看国庆60周年的一个国庆阅兵啊 然后再弥补一下 当初没看这个遗憾这样 国庆黄金周期间 一面面活旗一展展红灯笼也点亮了长沙街头 在高桥大市场的这家商店 已经卖出了五万面国旗 这个数字是往年销量的足足十倍 据店员介绍 不同于以往的单位集体购买 今年个人买国旗的情况特别多 小国旗早在28号就已经脱销了 大家都心里都高兴嘛 都要买一点鬼就放在家里 都是喜庆一点嘛 庆祝祝鬼啊 昨晚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120多名孤残学生 在图书馆屋顶花园上 共度中秋假节 好月当空 同学们自编自演的这些节目 显得愈加感人 来自新疆哈密的牛奔 和福建南平的刘龙飞 还迎来了19岁生日 祝福声中 两位男生对着中秋月许下愿望 牛奔的姐姐牛丹丹 写了一首送给学院的诗 在明月里我会拼搏向上 在明月里我会完成自己的学业 走向我人生的舞台 来自四川绵羊栽区的赖学纲 拨通了四川亲人的电话 学姐都那么多么多么好 一切都比较好 我们现在是脏果了 我都祝你们总确切快乐 2008年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启动孤残儿童高等教育助学工程 从吉林 黑龙江 辽宁和河南四省 招售了17名孤儿 今年又扩展到12个省份 有32名孤残学生 成为学校09级新生 他们将在这里接受全免费高等教育 刘晓与同学们一起过节 昨晚第四届中国长沙国际食品博览会 继快乐美食嘉年华活动在居的周头启动 为市民的国庆长假带来一场 味觉 听觉 视觉的多重声宴 在乐团伴奏下 东方红 大中国等一首首经典歌曲 迅速调动起了观众的气氛 观众或挥舞手中的小红旗 或喝着轻快的节拍鼓掌 欢快的氛围伴着月光江水 将橘子周头变成一个露天舞台 快乐美食 快乐长沙这个概念 然后传递给每个长沙市民 露天舞台的气氛也感染了很多 不能回家过中秋季的大学生们 力量又这么圆 而且这房间又这么好 歌也很好听 石博会继快乐美食嘉年华活动 从10月3号起延续至11号 除了10月8号的石博会主展览外 国庆黄金周期间 橘州公园 黄金广场 烈士公园 贺龙广场 都将上演快乐美食嘉年华的精彩活动 北湖水月位列陈州古巴景之首 15月夜这里自然成了大家赏约的好聚处 由公园点花灯 放飞孔明灯 一张张笑脸荣光焕发 陈州的苏仙岭昨晚也迎来赏约人潮 人们或沿盘山公路漫步 或乘缆车灯高 看孩子们提着五颜六色的灯笼嬉戏 听老者在月下二胡悠扬 到处洋溢着幸福的气息 好爱心啊 住宿楼 繁农猜色 昨晚的恒山之巅 伴着悠扬的古月 漆上一壶上等的恒山云雾茶 在树影花香中 猜字迷 银勇秋月 令人倍感温馨惬意 楼底紫雀界梯田 今天迎来了两百多位 从城里跑来体验秋收滋味的游客 这些平日里忙于工作的上班族们 趁着大好天气 过了一把假日农民饮 这集中还有一位来自美国的洋农民 正在认真拜师学艺的老外叫瑞德 来自美国 五分钟后 他就要和其他游客一同参加收割水稻比赛 提前热身的他兴奋地告诉记者 自己的家乡虽然也种上了杂交水稻 但像这样的大规模梯田还是第一次见到 紫雀界梯田有两千余年的历史 是苗窑洞汉等多民族历代鲜民 共同劳动的结晶 这里的一个独特的耕作方式 和它的天然的灌溉系统 是全世界都罕见的 紫雀界梯田有两千年历史 听着双语导游康娟娟用流利的中英文 介绍紫雀界的水田灌溉系统 瑞德对这种像楼梯一样 在山区开垦出来的田地 有了更多了解 来中国已有五年的他 特别爱听爱唱中国歌曲 国庆中秋黄金周第四天 古城凤凰迎来首轮旅游高峰 傍晚时分 古城的石板街北门城楼 沿河吊脚楼的各色灯笼 与五星红旗交相回应 引得无数游客频频举起手中的相机 这位来自新西兰的史密斯先生 更是被凤凰的迷人夜景所倾倒 预计今天凤凰将接待游客 7.5万人次 景区酒店出租率达到了90% 在永顺县小溪国家自然保护区 山高林密流泉飞铺 区内生长着大片压热带 低海拔长绿阔叶原始测森林 珍稀动植物种类繁多 是具休闲探险科考为一体的好去处 黄金周期间 来自上海 广州 重庆 四川的游客 络绎不绝 在湘西德康 让游客朋友赞叹的 不只是峡谷的自然风景 吊脚楼 土家之锦 水车 以及在峡谷内营绕不绝的 苗族山歌 苗族鼓舞 映然一个世外桃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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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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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